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形上学 为什么形上学可以活用 为什么形上学是最关键的哲学 为什么整个哲学的定义 其实就是形上学的定义 大家一定要有这种想法 大家要问 这世界哪来的 为什么我们现在变成台湾这个样子 为什么我们现在 大家会坐在一起 这所有为什么的问题都在这里 我要告诉大家一件重要事情 为什么你要想到说 为什么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世界 是一个representation 这个第一点大家知道吗 比如说台湾好好哦 这句话是一个representation 没有这个名词 大陆好强啊 这是个representation 但是你听得懂吗 废话你当然听得懂 台湾好在哪里 小啊 大陆强强在哪里 大啊 你通听得懂 但是他没有一句话 是跟现实社会真的有关系的 所以同学们要记住 要记住 包含科学在内 所以为什么我在台大 教了很长时间的科学形上学 包含科学在内 其实我们都是在谈一个representation 英文的representation 所以翻译中文叫表真其实不对 就是表象 所以同学记住第一点 我个人啊 产生第一句话 我告诉大家一个 希望大家能够challenge我 最好就是丢到学校的校规次 我认为天底下没有说实话跟谎话的区别 很多人讲说你这样子不诚实 我觉得太难了 为什么 如果你讲的世界是一个representation的话 You will never be able to know what the truth is 对不对 是不是 同学们有这个逻辑头脑吧 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说整个世界对我们来讲 它只是一个表象世界 意志于表象世界里面 竹本华的书 讲的就是这个概念 好 大家就可能问啊 老师你为什么这么激动呢 为什么把我们叫到前面 然后对所有人 只要你有兴趣了 我说我有幸受到授业解惑 我们不能够再这样子倒退就没有进步啊 我受不了啊 台湾就中文的世界哲学没有进步我真受不了啊 我自己发觉我很难得啊 我为什么很难得啊 我没有用中文读过哲学 所以我教的西洋哲学是原汁原味的 所有的问题是我直接掌握到掌控到的内容 台湾大学是好大学 这句话是一个representation 只是一个表象中的一部分 全世界独一的最有前途representation nobody knows exactly what's going on in the reality 请大家记住 形上学是我们不得不拥有的学问 它有它的规范性 它有它的描述性 我们用我们的语言对世界进行的描述 就是形上学 不需要学哲学 你就已经用了形上学 所以同学们要了解 你讲话要让人听得懂 大家要知道 所有重要的国家 像英文啊法文啊德文啊 或是说是俄文什么 他们都要求articulation 要讲得非常清楚 你听到美国人不管是小布希啊克林顿啊 或者是特朗普讲话 都非常清楚简单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语言是这个世界的建构者 不是人 不是人 人本身是这个世界中跟其他动物一起存在的存有者而已 不重要 但是人因为拥有语言而自诩为唯一的理性动物 所以请同学注意 所以你不用学哲学 但是你不学哲学你就要非常articulate 你要每天练习 早上起来要练习 你不要讲到英文的时候 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我每次讲英文的时候的那个articulation的程度 你有没有见过 我特别刻意在这方面做努力 为什么 I want to be extremely accurate in order to be understandable right away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 因为语言是告诉你我的表象世界 如果很多人讲对啊对啊 我们不知道 哦哦哦哦哦 这就完了 这就跟动物一样了 这个表象世界就不存在了 所以人家不知道 你没有语言的力量你就不存在 第二种 它是有规范性的 请同学注意 描述性的就是你使用语言 我现在听到 同学们 一有听不懂的 一有听不懂的 尽量打断我 这个世界 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然后 我们人 拥有语言来描述这个世界 这是事实 没有问题 你会讲话吧 好 你讲出来的世界 是不是真的世界 是不是 是不是 不知道才是答案 不能说对 讲对的话呢 既不礼貌又不正确 我问你问题 你说对 所以你 讲的世界 你讲的世界 跟真实世界 有没有关系 你觉得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 你讲的世界 你说 西安人嘛 我在人大开会碰到的 全是西安人 大家都聊到回民一条街 我们这样子聊到这个世界 你讲的是我们聊天的世界 我们人在北京聊到西安 我们讲的世界跟真实世界有没有关系 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 为什么加还是 如果比你说问有没有关系的时候 我没有说还是有没有关系的时候 你怎么回答 我问你有没有关系的时候 你怎么回答 所以它是一个representation representation跟reality之间的关系 这同学们一定要搞清楚 因为这是最 最关键 哲学只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讲出来的世界跟实际上的世界 到底有没有关系 我们科学 你读化学的 你也知道 你化学世界中讲的都是 跟这个chemical reality之间 到底有没有关系 你学医学的 当你认为人的身体的反应 各种反应 是人真的反应吗 这种问题 学校老师 除了哲学系以外 其他系老师都会骂你 so that's a philosophical problem 你留学的时候 你问这种问题 他一定会这样子反对你 It's not a chemical problem It's not a medical problem I don't care 为什么 因为他们限于生存的环境 他不得不接纳表象世界为真实世界 所以说同学们要了解这个第一点 这是第一点 就是同学们只要了解到说 这个是描述性 因为你用语言 你用语言描述 我现在讲的每一句话 对你都是终身受用 里面讲的含义太多了 同学们可以稍微尝试去理解 终身受用 那第二个的话呢 形象学本身这个representation 我现在问大家 当这个representation除了具有描述就是你使用语言外 为什么它会具有规范性呢 因为我们在表象世界当中所建构出来的认知 这个这些名词其实都是形象学名词 因为我们是通知教育课 我觉得有一点良心不安 像我昨天在北京的时候特别刚讲 我说在大陆教哲学比我们爽多了 在大陆教哲学 什么叫辩证法 没有问题 大家都知道它已经完全自然化了 什么叫唯物论 完全没有问题 什么叫唯心论 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它已经把这个语言自然化 没有一个人会问 连农民它都懂 我们在这里很难啊 同学一听辩证法都昏了 所以我带去 我们系上同仁啊 几个教黑个人的 啊 突然开始了解 为什么上课这么没有效果 同学听到辩证法 不知道辩证法是辩论法 还是这个转变法还是什么 都不知道 以前三民主义没教 现在的话 民进党更没教 所以这个哲学教育没办法推展 但我现在用表象世界 你当然没问题了 你听得懂吗 你这跟哲学无关的人 你们来旁听的时候 你们应该去听佛学课 你怎么听到形状学课来了 我这跟生命的成长 一点关系都没有 反而有可能把你教坏 因为我要强调活用啊 什么叫认证法 结果有一个人进来说 瞄一眼开始描述 说这个课很无聊 一个人像牧师一样在那边宣教 其他人乖乖坐在那边 有的睡觉有的吃早餐 在那边听 这个是他看到的表象 我说你真实你懂个屁啊 人家闭上眼睛的在沉思meditating 讲课那个人的话呢 在发怒 为什么 就是把自己的怒火说出来 然后其他的同学的话呢 都感受到如沐春风 虽然外面下雨 那这个实际上情况 你再讲再讲再讲 老师你再讲还是一个representation 我说没错 所以我们的规范 完全是来自于比较精致的表象 精致的表象 这个同学们可以听得出来 为什么 为什么 学中文就要学文言文 比较精致 学英文要读莎士比亚 学语文一定要面对比较大的挑战 他就要做好对于表象世界的描述 的规范性的准备 没有这个能耐 你们大不了就当一辈子工程师 当医生最了不起了 但是他们一站出来讲话 目光如斗 没有可取之处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一个人站出来 你看到一个人站出来 第一件事情 比如大医生 没有人马上讲说 你说推一个病人给我看 我展示给你 我当台大校长的能耐 没有人这样子搞的啊 对不对 或是说找一个电子学院的教授 院长最厉害超级讲说 你现在弄一样东西 我的技术转移 比如说残量机 我技术转移让每一个人赚大钱 没有人这样子选校长的啊 选校长要干嘛 要干嘛 如果你跑到台湾来马上选台大校长 你要干嘛 不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呢 怎么会不知道呢 要找一个发表证件的场合 谈一下你的理念啊 是不是 那个理念是什么 说谎大赛啊 说谎大赛啊 为什么是说谎大赛 因为他讲出来的东西是表象嘛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我们 哇 现在真的 选校长就是说谎大赛 现在人家正在选啊 但是讲理念的人 人家画的他妈 他妈是不如我 因为我把他找就看穿了 人家说 对不对 我有没有讲错 我有没有讲错 好 我从现在开始 同学只要一听觉得不对 和跟以前不对 都要举手办 所以我要告诉同学说 我们的描述是我们天生具有语言能力 没话讲吗 所以同学们要记住 如果你沉默不语 苦干实干 如果你觉得说是这个口若悬河的人 必然口密复健 或从口出的人的话 那你永远不要当官 永远不要 所以你看到我们国家的人才 喜欢的是光做事不会讲话 我们的台北市市长讲话讲的那个样子 虽然他跟我长得很像 他妈他讲话讲成那个样子 他一点 他这个对representation他没有概念 他没学过你知道吗 他没学过他就不了解怎么样来掌握这个重点 就是说你要做事情 你要抒发你的理念想法的时候 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要把语言用到有规范性 这一点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就是说你讲的 所以说请大家同学去听听英国国会的辩论 大家听个重要的演讲 就讲话的时候 像这个徐敬业逃武造席 为什么每次大将打仗的时候 都要先来一篇习文 以前这个战争的有这个传统 为什么 因为语言是可以激发人心的 所以语言用一个表象世界来取代你原有的认知 这是它精致化的效果 好 这个是我让大家先了解一下活用的重点 以后我们谈到的活用都会以今天这个刚刚过去讲的十几分钟为基础 不断的强调这个活用的效果跟价值 那我希望同学们在吸收上是百分之一百 其实只有一个字就是表象世界 这个世界是被表象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象这个字的话 就大象的象 它比较说明它的虚拟感 我天生对于语言非常敏感 articulation 我在这一方面 我是贯穿的 我是用各种语言来表现我的感觉的 我的sensitivity是透过语言 是fully expressed throughout the language 所以我可以感觉得出来让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说我们的表象世界 但是如果你没有了解这一部分的话 你就会发觉你的人生观是不一样 那个灯灭掉了 就是你读化学出来 化工 化工每天闲什么都是石油 都没有别的东西 你想当官不行 为什么 人家讲说好你来说一下话 我非常enjoy 我当过三年系主任 我最enjoy的事情 任何演讲 任何会议 任何场合都是来老院说两句 好没问题 开始 我觉得今天怎么样 永远是对的 永远不用准备 永远不用准备 为什么 因为我早就看穿了 反正是谎话 多漂亮的话都搬出来 哎呀 天底下没有比今天这个会议再重要的 理由是什么 开始掰了 哪一次不是这样讲 很多人还要写稿子 我说打从看不起 拿了稿子你还念着口级的 我说打从心里看不起 反正是谎言你怕什么 整个世界都是在谎言比赛 你为什么 你只是要取得第一名 而且谎言第一名 代表你最后一说谎并不好啊 你要得到最后一名就刚好 所以大家讲这个谎言真好听起来还有道德感最好 这个就是形状学的功用 好我再跟大家讲第二部分 讲完这两部分 这一个是economist 我跟大家说过 这个我今天早上在家里收到信箱里拿出来的 这是这一集 因为明天要开十九大 然后 LateFranic で媳妇领团背的 Urban 最后一 Tails 平台、佳堡轮的东西 代表你盛顶 друга 以外 表情世界還有一個可以被描述的對象 對不對 比如說哇塞 前面來了三個正妹 這個是 對不起 或是說是哇 這個什麼什麼 我不曉得男生怎麼講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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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自己是男性 所以我就看女性嘛 正常 所以你在這樣子描述的時候 就講前面來三個家 一看就沒有啊 三個空氣啊 那你這個的話呢 人家就是你神經病了 眼睛看到不應該看到的東西 這個就是神經病 就是中雲節剛過 你還一個人在過中雲節 人家中秋節都過完了 好 那什麼是power the world most powerful man 這個economist 他是攻擊力很高的右派刊物 你要是每個禮拜都看 我看了嗎 快要二三十年了 沒斷過啊 我最大你就撕下來一頁一 我所有的會議當中 屁股一定插著一頁 economist 是我挑出來的文章 我每次都在讀這個 我開會從來不開會的 因為我知道任何事情 他講說 因為老師你好像開會的時候 都低著頭在看什麼 不是手機 也不是書 你到底看什麼 我說你不要管我看什麼 你只要問我 什麼問題有沒有意見 我一定有意見 你的開會來不就問我有沒有意見嗎 我如果沒有意見 我來開什麼會呢 沒話講 我太了解表象 好 這表象世界已經講很清楚了 No the most the world most powerful man 問大家什麼是power 你講影響力 我告訴大家 我們之間有沒有power Where do Polo Bear live 我們之間有沒有power 我們兩個誰的power比較大 我比較大對不對 我們兩個之間有沒有power關係 你知道嗎 醫生跟病人之間是有power關係的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 你讀Michel Foucault的話呢 對Birth of Clinic裡面講得很清楚 醫學根本就是這個power下的產物 醫生永遠是一開始表現得非常的沉穩 說不嚴重或嚴重 最後一句話一定是我們已經盡力了 這是power 只有醫生才具有資格來講這句話 老師也是一樣 我跟你之間有沒有power關係 什麼關係 權力的關係 廢話 power就是權力 我們兩個誰的權力比較大 我權力比較大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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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上的權力就比較大嗎 我們兩個之間有沒有權力關係 有 誰的比較大 因為我可以拿著麥克風到處亂跑 你只能坐在那邊對不對 你錯了 你錯了 你到了學習中的evaluation的獎 讓他沒飯吃 你不是想當名嘴嗎 你不要回來了你 大家一起聯合全部 聯名血 妖言惑眾 口若懸河 教我們怎麼說謊 還說校長 選校長之前就在說謊 選上以後不更說謊嗎 蛊惑年輕人的心靈 這是以前2500年前 雅典人控訴蘇格拉底的理由啊 權力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這個最好的刊物 我不是說最好 最右派刊物居然指一個最左的國家的領導人是 the most powerful man 我們講形上學不是在解釋 給power 一個定義 我是要告訴大家一件事 語言 除了描述這個世界的現象 成為表象之外 還有一個積極功能 語言可以抽象 我們所有用的形容詞都是抽象的結果 善惡啦 真假啦 美醜啊 聖俗啊 這是比較高級的哲學字眼 什麼化學系 我昨天還看到我們系統同志機械系講說 機械系的名字都翻錯了 他應該叫力學工程系 不應該叫做機械工程系 他讀了兩年還沒碰過任何機器了 學了一大堆力學 那我跟他講 我說那這個名稱都會翻錯了 對你有沒有影響 他影響非常大 很多人來的話原來是要學 原來是要學這個機械直接是應用的 記轉啊 結果搞了個半天 全部弄都是物理啊 一個抽象的概念居然影響這麼深遠 醫學系的話 來搞那個T-MAC前面兩年 不准學跟醫學有關的科目 大家弄了嗎 莫名其妙的 不知道在學什麼東西 像讀哲學系一樣 我以前在教育部做計畫的時候 我爽死了 我把T-MAC的內容當中 我早就知道這是唯明論的 完全是空洞的 就說不學醫學的話 將來醫生會做得比較好 哪有這種事情 哪有這種事情 這完全是抽象的概念啊 我慢慢就告訴大家說 權力是所有抽象概念中 最抽象的概念就是權力 所以以前有一個法國哲學家叫Foucault Michel Foucault M-I-C-H-E-L 這是他的前名 Foucault F-O-U-C-A-U-L-T M-I-C-H-E-L-T 他就針對於POWER 寫了一連串的書 他說這個是一個 形上學中最特別的 他就一個字叫MICOPOLITICS 叫做微政治學 就像我從來講的 我跟你之間 你跟你之間 你不要忘了 你跟你女朋友 你跟你男朋友之間有權力關係啊 我跟我太太之間充滿了權力關係啊 大家表面上看起來是我權力比較小 實際上我權力並不小 權力關係的轉變 黑格爾說過一句非常重要的話 Master and Slave之間有權力關係 這是一定的對不對 主人跟奴才之間有權力關係 誰的權力比較大 主人的權力比較大 你確定嗎 你確定這個關係嗎 你確定主人跟奴才之間主人權力比較大嗎 有沒有不同意見的同學 為什麼不一定 主人叫奴才往前走不能往後走 主人奴才就得往前走 為什麼不是主人 奴才不能叫主人往前走後走的問題啊 那你為什麼說不一定呢 不一定 我支持你們 不一定 我告訴你不一定理由 一開始感覺上是主人權力比較大 久了以後主人都依附奴隸了 四科拉撒全部都靠奴隸 奴隸發脾氣了 你自己來 不能每天都靠我 你自己要學著做 好了 誰權力大 黑格爾講的 人跟人之間原來是依附關係啊 主人跟奴隸是我們人後的這個artificial institution的東西啊 人跟人之間原始最自然的產物啊 如果每一個人都那麼獨立自主的話 那就不成世界了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權力的關係講的是什麼呢 這個權力的關係講的是 人跟人之間透過組織的方式 把這個權力可以很特別的集中起來 集中的方式很多種啊 有國王制啊 有暴君制啊 有民主制啊 有集體領導制啊 還有這個貴族政治制 英國人家就是貴族政治制啊 精英啊 領導國家的制度啊 各式各樣的 然後各式各樣的制度 這個就叫做政治哲學 所以政治哲學就是權力的形上學 對不對 這個 這個部分 需要想一想 我再強調一遍 這個只是我們用的無限多種抽象概念中的一種 只是他很具有 他剛好 就我今天要準備讀這個刊物的時候 他就前面 因為我剛好自己又從這個北京剛回來 所以心裡就非常明白他在講什麼 他就發覺 在 人上面來講 他這個制度的集結 他要出現一種 對抗世界政治哲學 世界的政治哲學的潮流是民主政治 是福山講的 歷史的終結 民主制度 經濟自由的制度是歷史的終結 沒有選擇 他發覺民主制度的選擇 這個權力的關係 如果把權力散發給每一個人的話 會投出來民粹主義 我們取名叫民粹 populism 這個是另外一種抽象的概念 意思就是說 爛的權力概念叫民粹 好的權力概念叫民主 其實民粹跟民主是完全一樣的東西 很多人誤以為 它有區別沒有區別啊 同一批人啊 選我的話叫民主 選他的話叫民粹 哪有這種事情 那種誰說 在電視台上的話 每次都講 我說 我說你看到 你看到川普每一次做的決定 不管多荒唐 什麼退出UNICEF 然後退出WTO 跟伊朗交惡 跟北韓交惡 你只要看第二天看三件事情 第一有沒有人示威 的人數 什麼幾百人 示威的天數 什麼兩天三天 然後你再看整個美國輿情的反應 你再碰到隨便一個美國人 沒人跟你聊的事情 受到民意重視程度不大 你就知道他有民意基礎 你就知道他有民意基礎 所以同學你知道嗎 在表達你的自己的政治意見的時候 要有責任感啊 比如說美國人他們就 絕大多數人敢挺川普啊 至少他沒有站出來啊 他說什麼伊拉克伊朗人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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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門人不准進美國 美國人沒有 只有夜門人 伊拉克伊朗人在街頭反對啊 等他父母子女都接來以後 就不反對了 這是個自私的國度啊 美國人覺得 進美國人就是你的福氣 你他媽本來是要飯的 你到我們這裡來的話 變成吃飯的 你還叫什麼 他就這個態度啊 這個抽象的概念 跟抽象的解釋 所以同學們可以了解到 民主民粹啊 什麼這些都是權力的關係 所以為什麼 好 我這兩個部分弄完了以後 問一下同學 有沒有問題 我只有兩點 第一 我們的世界是我們說出來的 說出來 而且這是一個表象的世界 這個好不好懂 好懂吧 也是事實 這是事實嘛 第二個 我們的世界 被我們說的過程當中 這個表象 透過什麼來精緻化它呢 抽象的概念 這個抽象概念 抽象呢 在言談過程當中呢 出現這種奇怪的力量 非常奇怪的力量 什麼叫奇怪的力量 人云亦云 真生殺人說了三遍路成真的啦 這個是我們要討論的題目 我再強調一遍 表象世界大家知道說謊大聲 講理念的部分 抽象的概念 一種規範性 我們要照理念來做 沒有人會有意見 如果沒有理念的人是沒有辦法 影響他人的 但是我要強調的重點是 表象世界之外 你看好 我這次叫大家靠近一點 Apoche Apoche 我叫大家稍微靠近一點的主要原因是 你必須要concentrate 如果你現在才到你聽不懂 課沒辦法上 因為形上學你miss掉任何一個Point 你就完全不知道在講什麼 你現在就知道 我說抓住大家的心弦 扣著緊緊的人 像一把鐵絲這樣纏到你的心 我說第一個表象世界 第二個抽象的概念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要開始進一步的講說 這些用抽象的語言所描述出來的世界 怎麼會變成真實的世界 Authenticize 變成真的 謊話說了三遍後變成真的 變成真的 我都不忍心講 這種事情變成真的 都發生在政治領域當中 為什麼 因為是最emotional的部分 只有情緒再加上抽象 可以讓抽象的部分變成真實 所以大家一講說 只要我們努力 總會精神說智怎麼樣 屁 但是大家都知道是屁 為什麼聽起來很過癮呢 因為你把你的情緒一放在抽象字眼當中 你會覺得 啊 文心論的世界沒有不成功的 血肉長城 哪裡有血肉長城 只有導彈炸的血肉橫飛啊 哪有血肉長城 所以 這個是講的形上學 就這三部曲 表象世界你聽得懂嗎 就你是人你會說話 你說出來的世界就是人 就跟我們描述一下我們課堂上課的情形 這就表象世界 抽象概念 講完以後講說 一無可取之處 你是中華科技大學來的嗎 老師你不要羞辱 我是台大化學系的 那你應該有台大的文學素養啊 你的造詣啊 就是說 本來講有一群人啊 在這裡啦 他們做了不知道幹什麼 你就假啦 學著期待沐浴春風 可是不得其門而悟 老師滔滔不絕 學生畫了耳朵嗡嗡作響 一樣的話 你覺得說 加了很多抽象字眼 然後最重要的一步來了 如何讓他們becoming true 讓他們變成真的 那你一定要加上一點情緒啊 認同 這非常重要 所有的人在談到說服力當中 都有這三部曲 說服力啊 講話要有說服力啊 同學們要了解 這非常重要 是吧 有沒有人聽不懂 哪一點聽不懂 我不懂的地方是形上學就這麼說 不要理他 不要相信形上學這個名詞本身 因為這個原來我會 我的講解當中會有定義性的說明 但是我現在的說明是 我講的這件事情就叫形上學可以了吧 三點 表象的世界就是你說話能力 說老師我不懂形上學 我說你已經在台大 老師我不知道台大在哪裡 你已經在小幅了問台大在哪裡 這個叫做categorical mistakes 犯了範疇的錯誤 你就講說我只知道我在上了形上學課 但是我不知道形上學是什麼 錯誤 形上學是最貼近地氣的 不是像什麼叫貼近地氣你懂嗎 最local 最跟你的生命結合在一起的 我講的還不夠精彩嗎 我講的不夠直接嗎 我差點把台獨說出來啦 什麼天然獨自然獨 哪來的這種東西啊 什麼導彈把你打成肉泥 你媽知道什麼叫天然獨 鬼扯 但是他經過一個概念化的表象世界 經過一個理想的抽象語言 經過一個情緒上的becoming true 現在大家一講 大家都知道 becoming true是把 因為我先說過一句話 你把一個不是真正的東西 說成真正的東西 你一定要經過形上學的操作 這個就是什麼林卓水 當理論大師他們做的事情 不懂這個不可能做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的確高明啊 的確高明啊 他們懂這個啊 他們沒說 所以你問老師 我不知道形上學定義以前 我絕不做形上學是你錯了 你人生一開始 你的 表象世界裡面所形容的內容 就已經是形上學的部分 因為形上學就是我們人生的一部分 懂得吧 沒有 我聽不懂這樣怎麼解釋 為什麼你的那個形上學這名詞不重要 因為我們是通識課了 我是挑形上學當中 跟人生最接近的部分來講解 我跟你講最好理解的部分 剛剛講到那個語言的規範性 他是精緻化的過程 還是抽象概念 非常好 精緻化的過程 講的就是抽象字眼的運用 你是萬元系的剛好就是講到這一點 如果你萬元系的永遠是當秘書 你會覺得這是一種侮辱 是不是這種侮辱 對不對 如果天生有文學造詣的話呢 你會覺得這是你應該做的事情 那文學跟秘書之間使用的語言的差別在哪裡 那當工具以外呢 那個抽象的概念 又寫文學的時候讓我寫出你的情感 對不對 你看這次諾貝爾文學獎 一個日裔的人他寫說The Remain of the Is 你看那個電影 Emma Thompson 跟Anthony Hopkins 他們在合拍的 他們講出來對於那個時代即將消失的遺憾 你會發覺說 你看到那個電影 我講的話我發覺全班同學絕大多數人 對這個舊的英國十九世紀 婦女有沒有投票權的事情根本不感興趣 根本不知道在講什麼 那是你的生活當中沒有這種抽象的概念 Franchisement Female Franchisement 每婦女人人一票 每個婦女都有投票權的這一件事情 是改變世界中非常重要的事情 大家沒有感覺為什麼 你已經活在這個世界當中了 你就沒有感覺 可是在原來的話呢 他在變成真以前 他是用抽象概念 Female Franchisement 你知道嗎 就連這個 連那個contraceptive 就是我前一陣子寫過一篇文章 寫到一個在法國國會裡頭 最以支持女性避孕完的人 我覺得他的 他改變了世界你知道嗎 改變世界 在法國很保守的國會當中 踢出這個想法 然後一生的努力通過了 改變世界 那這個原來這個理念 他要說服別人的時候 他一定要用抽象很優美的字眼 發表演講對不對 可是他一旦通過以後 整個世界的話就 Female Franchisement Vey 死的時候 就我寫了一篇道文 全台灣沒有人 後來我寫在這個財經的劇分網 寫完以後 國內沒有人轉載 沒有人反應 我拒絕寫了 我對不起 你們現在拿手機看到劇分網裡面寫 我寫的最後一篇就是 悼念唯一 我覺得這是最偉大的 女性開始避孕 我覺得很偉大 但是這個女性就是 Female contraceptive的這個整個概念 很抽象對不對 如果在那個時代來講 60年代 60年代的話 哪個媽媽不生四個五個 現在很多人開國畢業說 老師我不想要小孩 以前的話呢 你憑什麼說這句話 上帝要你生你就乖乖生 現在不行了 現在我可以決定我要不要生 這個改變太大了 冒犯上帝對不對 行上學 讓整個世界中 多了一部分的東西的存在 這就是我們講的行上學 懂了吧 好 但是你還是想聽傳統的行上學 我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More or less 但是這個答案是比較metaphysical一點 我們要強調我們的整個單元 我們要強調我們的整個單元 因為行上學其實是很難的啦 我在定義跟內容當中 我強調的這一部分 我接下來談到唯物論跟唯心論 這個比較簡單 還有一個是自由意志 跟到底是唯心還是唯物 這個區別 這個討論 這個都是傳統的題目 那根本的問題是什麼是存在的 我剛剛講becoming true therefore becoming a part of the world 這個是存在的 所以說行上學 是哲學中最難理解的題目 也是最重要的領域 最難理解因為他問那個問題 why is there something rather than nothing 為什麼這個存在不是另外那個存在 我舉個例子 為什麼在我小時候的執政團體是國民黨 現在變成博物館學的一個研究的題目 我講慢一點 你們都開始聽不懂 為什麼我小的時候的執政團體 執政黨是國民黨 現在的國民黨變成了博物館學 museology 的一個研究題材 大家展示的文物說 這是宋楚瑜用過的杯子 這是這個連載拿過的筆 變成博物館啊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子 為什麼 是什麼讓它存在 什麼讓它不存在 的力量是什麼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這就是 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行上學校探討的東西 這樣子好一點 稍微了解一點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個題目是 What are the condi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knowledge 因為知識有可能 比如說 1960年代我那年我出生 1960年 那個有一個人很有資深講 I know that the ruling party 比如有一個人英文非常好 老外臺灣 What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Taiwan politically Yes I know In Taiwan the ruling party is called the Kuomintang which happened to be literally nationalist 這是正確的 這個statement是正確的 因為 使得它為真的條件都在 現在的話 the ruling party is DDP DPP and you have said the change is due to b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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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change 是使得 這個事物存在的原因 變成知識的原因 所以同學們要了解 就是你每次讀新聞的時候 你要想 像大家讀新聞的時候說假新聞 什麼叫假新聞 什麼叫真新聞 不可能有絕對一分為二的 新聞 在某種程度上來講 這是表象世界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部分 你才會去看嘛 就是你有你的觀點嘛 我聽說 像現在 你們這個年齡的學生 每天晚上會固定 看一個鐘頭電視的人 大概不到百分之一吧 你做交換學生的 你有看電視嗎 你看 你在台灣不看電視 還有什麼東西呢 這邊 對不對 我看他百分之零 我跟你講 好到一句說 老師 我有此物 白癡的象徵 轉學前的準備 那這個是怎麼發生的 以前 這個是怎麼發生的 但是網路上不是假新聞衝刺嗎 所以寧可假的 但是要過癮 這個是怎麼變的 怎麼來的 年輕人的自主性怎麼來的 電視不看 所以我後來突然發覺 哇 內心 當我確證這一點 我每一年的教課 都問學生看不看電視 今年跟去年一樣 沒人看 我心裡非常release 在電視上狂講大講亂講 反正沒有人當下看 事後的話 YouTube電視節目也沒人看 根本不用負責你知道嗎 而且你是屬於特定的人 屬於特定的人 我就覺得這哪來的 好 那什麼事物會存在 什麼是不存在 是我要問的問題 這樣你了解 就是說問存在的問題 現在你就知道了 形象學就是問存在的 所以你也可以說 形象學就是philosophia beings 知道什麼叫beings 就是B動詞嘛 用過去分詞 代表某種事物存在的狀態 我剛剛講的那個內容當中 其實暴露出一個現象 這個世界是我們用語言 所描述出來的表象對不對 是不是 聽得懂 那不同世代的人 會有不同的語言對不對 像我這個年齡聽不懂有夠機車 那你們的話呢 覺得很正常 變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對不對 請問你 這是不是代表 擁有不同語言的人 會擁有不同的世界 你是不是 認為是的舉手 舉高一點 認為不是的舉手 剛好一半一半啊 你認為不是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我認為表象跟世界 還是有一個連結 而背後那個真實的世界是一樣的 背後的真實是一件好 這就是標準的心上學問題 很多人會覺得說 你不是我你怎麼會瞭解我 你用過這句話吧 對不對 那就否定你的話啦 你不是我你怎麼會瞭解我 那不就否定了嗎 你不是我家人怎麼瞭解我家人的想法呢 所以你不信回教怎麼知道我們回家圖的痛苦呢 你不是台灣人怎麼知道台灣人的悲哀呢 你不是中國人 你怎麼知道中國人的屈辱呢 你不是地球人怎麼知道我們生態的危機呢 你碰到火星人的時候 都是你火星人害的 你可以這樣講嗎 你可不可以這樣講 你可以不可以這樣講 你可以不可以這樣講 我重點不是在問你 我重點是在那個講 這個是形上學的問題 形上學最可怕的地方 是他只問不答 就都對 都不對 事實上也都是這種情況 你按照你講說是 對啊 我們不同的語言就有不同的世界 那就錯了 為什麼 沒有翻譯這回事嗎 老師貫穿好幾種外語 為什麼 就要告訴你 這幾邊講的是描述的同一個世界啊 這不是你的觀點嗎 都對 都不對 是不是 大家記住 這個就是哲學惹人討厭的地方 其實我們也很痛苦 你知道嗎 我們也非常痛苦 因為你一個學問當中惹大家討厭 你怎麼生存 我沒有開玩笑 比如說 我們靠什麼決定了存在 什麼東西在還不在 比如說這幾個字眼 廢和 女權 文創 宅男 這幾個字眼以前 在我是你們這個年齡的時候不存在的 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搞清楚 有夠機車在講什麼你知道 還問那個大陸很有名的哲學家 全大陸最有名的哲學家趙敦華 我們在一起討論 有夠機車給我們各級的一個答案 後來學生當場就錯 那是我們兩個同事吃B.A.的時候 我們在一起同窗五年啊 對不對 有名嘛 所以呢 我們要問 行上學問 這個東西 相對 你要了解 年輕人講錯 不是這個意思 的時候的那個堅決表示 This is true 那個truth 那個truthfulness是哪來的 這是行上學的問題 你平常不講 你不問哲學問題 你不從事哲學調查 你不會覺得它是問題 一旦從事哲學問題的話 你會發覺哇 太豐富了 太豐富了 這個世界的話就是無限多種啊 有多少顆恒星就有多少個世界啊 這不是我講的 這是佛教經典裡面講的 對不對 你去看這個 你去看那個這個 《心經》裡面就有講過這種事情啊 好 那所以我們現在講什麼事情 名稱的定義 名詞的存在代表它的意義的真實性 那麼在什麼程度上 可不可以視為不會出錯的知識呢 那麼行上學定義中 智慧重要的部分就是問 什麼是知識成為可能的條件 這是行上學中問的 問的問題 什麼是成為可能的條件 所以大家想到你做任何事情 壞處是沒有答案 好處是什麼 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就是你的 形上學就是我們的想像力啊 Imagination 我們的想像力是透過語言建構的 你不能夠想出一個語言不能描述的東西啊 這沒用 人家只知道你在開車啊 對不對 這沒用啊 我1995年1996年的時候 我寫過一篇文章 叫做《有乃就是娘》 我說那個時候 這個 genetic engineer transplantation 桃立陽發生的時候 我說如果把媽媽產母奶的基因留下來 放在豬身上 每天早上起來喝自己 媽媽的奶的同時是來自於那個 母豬身上 所以我寫了一篇文章叫 想像的未來 叫《有乃就是娘》 當時很多人覺得吃之以鼻啊 這個這個什麼 這麼嚴肅的基因工程 被你寫成這個樣子啊 你這個叫豬 叫 認豬為娘啊什麼的 道德上的無恥啊什麼 完全無知 為什麼 因為哲學裡頭根本不談道德 道德是假的 你去看所有的哲學家沒有一個是好人 海德格最壞 還當過希特勒底下柏林大學的校長 Affair的對象是女性最重要的哲學 政治哲學家 哈拿人 這都不講了 我們在哲學中不談道德 事實上剛好想到 我們用想像力來突破道德 每一個台大學人都應該知道 應該抄下來 我的限制就是我遵循的道德規則 被我發現他沒有基礎的同時 我又講不出來為什麼我要遵循他 比如說你發覺你遵循的道德規則 都是很基礎很鞏固的孔子一打開輪語 就淚流滿面 那就不要讀哲學 那就不要讀哲學 改做這個神父 做牧師 好 那這個就是讓知識成為可能的條件 就是情商學要探討的問題 我想同學們應該很清楚了 那比如說 全球暖化是所有人面對的危機 這句話是真的也是真實存在的 這是川普反對的 你們認同 你認同這句話嗎 全球暖化是一個全世界人面對的危機 你認同嗎 不認同 不認同 你不認同 那全球沒有暖化現象 今天夏天你不覺得他媽熱的特別長嗎 到現在我是全班第一個穿長袖的 大家現在都講這句話真的 你不認同 你認不認同 認同 你認不認同 你看 女生比較認同 男生不認同 盡量破壞 男生是一種aliens Destructing the world OK 那什麼是讓這句話為真的條件 科學嗎 證據在哪裡 如果科學都不能作為真實基礎 那麼經驗語言感覺可以嗎 的確是從經驗語言跟感覺證明 全球暖化很危險 然後川普把巴黎協定否定了以後 190國簽的協定否定以後 美國沒有大型抗議示威啊 沒有已經退出了 所以台灣的環保人士沒有一個人跑來講說 幹嘛給川普死 我們聯合刺殺川普聯盟 沒有啊 沒有啊 大家說 這樣子喔 沒證據喔 好我們以後再找 能這樣搞嗎 能這樣搞嗎 台灣都停電一次啦 能這樣搞嗎 這個東西沒有 那我們知道這是行政上學的問題 事實上經驗語言感覺 的確是讓事物為真的重要的部分 但不是絕對的 因為我們喜歡添加什麼科學證據什麼的 但是如果這個人有經驗 比如說中文藝傑的時候抓鬼 你真的在中文藝傑的時候看到鬼 而且好幾個 有經驗 然後感覺的時候他們 中文藝傑結束的時候鎖到基隆那邊去 漏了 飛出來一個黏在你旁邊 感覺 覺得哎唷 哎唷 然後你跟人家說 這個我有 這叫什麼背後靈還是陰陽眼 什麼搞不清楚 現在大白天你聽了覺得不恐怖啊 到了晚上12點的時候一講啊 越講越真啊 要不然怎麼 大家跑出來過中文藝傑 要過一個月了 一天不過癮 要過一個月 哪有這種節日啊 沒有任何慶祝 只有這個陰陽界裡頭 還搞很多人出來說都看到 都看到 像我就 我相信的是科學形上學 但是大家白天會笑 晚上會怕 為什麼會怕 因為覺得它真 對不對 所以我把大家信任 這是形上學的問題 所以說名詞定義的話 像比如說華人重視家庭跟教育 這句話是真的也實際存在的 一樣的道理 它沒有根據的啦 傳統 環保問題就是一個傳統 人云亦云 謊話講了十遍 就快真的 謊話講了一千遍 那還得了 宣傳有沒有用 宣傳當然有用啦 對不對 既然宣傳有用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活在虛假的世界 錯誤 剛剛這個同學跟同學一討論就知道 這個宣傳的表象世界還是要靠經驗 語言光說不夠啊 還有感覺 感覺還要有經驗 這種是形上學的問題 這樣你稍微清楚一點沒有 因為講存在嘛 你覺得說老師不談存在我不過癮 對不對 那我現在就完全談存在啊 是不是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名稱底下有它的這個 semantic implication 有語言學上的含義的 就你講到一個名詞你就這樣你聽懂不懂 比如說我們台大所有的系當中 它的 semantic implication 很清楚啊 除了哲學系你搞不清楚以外 其他都知道幹嘛 你填志願的時候 你填志願的時候就是 就是你讀醫學就學醫嘛 你讀電機就學電嘛 對不對 你讀這個機械機械就力學 其實是學力學啦 就不好意思這樣講 唉 化學你就學化學嘛 就很清楚 真的清楚嗎? 真的清楚嗎? 你知道哲學系什麼嗎? 你看 你看 你填膜系的你就知道填膜系幹嘛吧 對不對 你是搞什麼 建築的 那跟哲學差不多 搞不清楚什麼東西 好 那這個世界 是我們說出來的嗎? 這是我一直連續的問題 我要找大家去想 上我們課當中 我們的課 11月初要期中考了嘛 對不對 那台大學生對於期中考 一聽期中考三個字 哇 Vigilant 醒過來 期中考 然後我說 期中考一定會當掉百分之十 你憑什麼 你憑什麼 抗議 我說我亂講的 還好還好 就是我們在溝通的 你聽到我在講什麼 但是你又覺得說奇怪 所以大家要知道活用哲學 為什麼哲學可以講出笑話呢? 反正都是隨便你講的嘛 這世界根本就是我們講出來的啊 比如我現在突然跟你講說 你是不是把特朗普被暗殺了 或是特朗普要殺競爭人 結果競爭人先把特朗普殺了 所以嚇了一跳 真的假的馬上手機拿出來一查 老是食物中毒亂講話 不同的語言出現不同的描述方式 但這些不同到底是真的不同 還是與語言的表達 前者是 我們現在講 後者的話是認知結果 早就被我們使用語言決定 這等於說 用不同的語言人活在不同世界 你就這種看法 不同世代你都認為不同世界 就說我爸爸跟我活在不同世界 他那邊好的都是我壞的 我的壞都是他好的 就後者 那前者的話呢是 我們因為使用不同的語言 產生不同的情緒 對我們認知世界有什麼影響 就說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確實有不同 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我有這種感覺 我有這種感受 我在留學的時候 真的感受到 雖然我覺得我的 當地國的語言是還可以 至少比其他同學好很多 我每年聖誕節都被邀請在人家家裡吃飯 唱歌跳舞什麼的 這個不簡單 我在歐洲我不是在美國 就不容易 而且我 但是我在路上遇到一個講中文的人 我太太都講說你這個人長舌公 怎麼都停不下來 我說哇 用自己的母語講話好高興喔 我真的有這種 所以我慢慢可以了解到 用自己熟悉的語言 所出現的那種情緒的感覺 所以為什麼 在我那個時代說 你怎麼沒有留在國外 我留在國外 他媽給人家端盤子 對不對 吃貨老太婆吃飯 那個有什麼好 我回國來 哇 刺激風雲 這個世界一切都假的 我爽啊 對不對 你跟美國人講說 This world is fake 人家講說 What the fuck you are talking about 對不對 馬上就臭碼 你在台灣 不信來挑戰啊 好爽 成就感 對不對 這個語言上引發了情緒 在哪裡來的 我講的真的啊 像大家這個讀 你知道讀台大的目的是什麼 讀台大的目的不是賺錢 在台大目的就是當台大教授啊 大學存在的目的是什麼 大學存在的目的就是訓練別人 繼續當大學教授啊 就這種imbreeding啊 近期繁殖啊 對不對 如果你把整個大學看成一個單位的話 大學就是為了搞大學教師的 搞到最後的話呢 他自然會崩盤的 大家都變成教師了 誰來學呢 就是現在台灣的情況啊 對不對 蠻好理解的 那年輕人發覺 你跟我們講的理想搞了半天 就你自己吃香喝辣嗎 拍拍屁股走了 走的意思就是離開人間啊 後來呢我們怎麼辦呢 就這樣子啊 這個問題也區分哲學專業跟一般常識 哲學專業因為語言跟文化所導致的相對主義 所以一般常識因為語言文化所引發的相對思維 深信不疑啊 哲學家不認同這件事情 這是一個現代的政治哲學中最重要的議題 比如說大陸每次講說你管好你自己家事 不要干涉別國內政 給我們的制度一點時間 我們會證明它很好 說兩心話我最覺得越來越好 非常好 我們除了貴一點以外都好 在大陸生活現在進步了乾淨了 我不曉得是因為我們剛好趕到開會期間前面 沒有人敢來 然後空氣變得超級好 我全部所有的來來回回 所以都是把車窗搖下來呼吸吸間空氣 我去之前我太太準備了半打口罩 結果我就直接丟在垃圾桶裡頭了 這個很好 為什麼呢 她說給我時間讓我們來證明 就不要干涉內政 彼此之間不能夠互相了解 這是一般常識的 哲學家不一樣 哲學家會說 我們有一些東西是根本的 雖然語言描述的是 結果是表象世界 但是表象世界跟真實世界 雖然不一定一樣 但是它一定有所觀念 這是你的觀點吧 也是我的觀點 哲學家的觀點 我最近 雙時節的假期 我寫了一篇文章 我要去找大田 才要發表這篇文章 因為文學院裡面12個老師選4個 那我卻評重選 就是因為我非常懂得形上學 如何敘述讓人家扣人心弦 我想說在亞洲地區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有關於李光耀跟阿瑪迪亞森的爭議 李光耀強調東亞價值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東亞價值 什麼是東亞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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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嗜財如命 對不起 那個財不是錢財的財 是人財的財 不要緊張 這個世界是我們說出來的 你看多好 對不對 只要有人財 國家聚集人財 它叫meritocracy 所以東亞價值考試 你們在考試考出來 精英 所以老師我到台大我不想學習 轉學 很多學校不學的 我們台大要學習 學習 我要有尊嚴的學習 透過你自己的思考去學習 我們這種學而優則是 萬般皆下品 這些都是傳統講題 你聽懂嗎 所以這叫做東亞價值 儒家倫理 對不對 阿瑪迪亞森講說 沒有東亞價值 只有普世價值 普世價值就是政治講民主 社會講平等 經濟講自由 文化講多元 沒了 兩個人是旗鼓相當啊 所有人都認為阿瑪迪亞森是對的 所有人都認為這講普世價值是對的 普世價值對還是東亞價值對 應該是以中亞價值為主 好你就認為說是 價值跟區域有關 區域講的傳統會決定我們接受的價值 你是這個意思對不對 大多數人都認為普世價值對 而且整場論變的時候 哈佛大學的阿瑪迪亞森當然獲勝 但是我在文章裡面寫我說 阿瑪迪亞森是在邏輯上 邏輯上是講因為 邏輯上就是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不講普世價值就證明 不同區域的人跟不同區域的人 是沒辦法溝通的 在邏輯上是講不通的 我去非洲娶個女的生出來一個半黃半黑照樣 把她用儒家文化 一下午古文觀止背著一百五十篇 一出來阿房功夫 春夜宴逃離元旭 朗朗上口 雖然頭髮長得像什麼 像什麼Michael Jackson 念出來的古文像什麼秀才 你怎麼拉 不行嗎 我們就不行嗎 然後他就叫做怨文才 什麼 雖然長得像非洲人 不行嗎 也可以啊 你怎麼能夠反對非洲人學被古文觀止 對不對 但是一聽覺得很好笑 非洲人應該跳舞啊 歧視 對不對 不可以 就像以前我在比利時留學的時候 所有中國人去當比利時軍人的時候 直接派到廚房去 有個人講說歧視 奇怪 你們不是都會做菜嗎 覺得不行 不行 我要打仗 不行 你不能打仗 白犧牲 損失了一個廚子 所以這個就大家覺得歧視 所以他合邏輯 也合理想 沒有一個年輕人不講理想 你講理想一定要講普斯亞之啊 可是如果你看事實 你看實用 哇 全世界的人啊 分白人跟非白人 只有東亞文化這一塊的人 翻個兒出去了 才有一點點生存上物質上的尊嚴啊 沒錢 我是親眼 我是在1983年留學 我是親眼看到 貧窮的大物人跟富裕的大物人 對於洋人講話的態度啊 之前的話是到處是求奶奶問祖宗 現在我看到那個微信視頻講說 因為我乾媽現在對我可好了乾媽德國人 講起來的話我不曉得乾媽會不會講中文 但是那個講話我又不敢相信 還有照片 不一樣 我們是唯一的人 所以我講這個事情就是說 這個問題你看 這個是活用之類的 所以你一講到問題 像你講得非常好啊 東亞價值有沒有這個東西 有沒有東亞價值 有還是沒有 怎麼可能有 怎麼可能有 什麼叫東亞價值 我爸爸教我那一套我都不喜歡了 還有什麼價值 所以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它就黏在你身上 那鬼啊 對不對 壓縮的定義有四點 行上學的話呢 討論的問題是因為它根本討論存在 所以存在的話呢強調存在物的基本分類 比如說我問大家 你們的生物學學得很好嘛對不對 請問你建門綱目科屬種這個東西 存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那你以前上生物課的時候 老師在騙人喔 教你一些不存在的東西 就過中元節喔 不會拿分類叫他們幹嘛 分類多了 學生分好學生跟壞學生兩種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們小學老師就會看啊 因為我每次都被分到壞學生 所以我對這個感覺非常強烈啊 非常強烈 因為我們那時候壞學生就是 上課講話就是壞學生 結果老師完全不知道 我其貨可拒 我是奇葩啊你知道嗎 我在國外讀書回來 我的學長一見到我第一件事情 他講的第一句話我覺得非常好笑 他魯文教育那麼嚴格 十幾年來沒有收拾掉你那張嘴啊 我剛好相反加強功力 存在的啊 分類的概念是存在的啊 你在用啊人家聽得懂 只要人家聽得懂的就是存在的 所以同學要知道 形上學是不在乎生死啊 第二點 這是第一哲學討論最根本的問題 第三的話呢 就是他編輯書籍的時候在物理學之後 使得物理物理就是我們生活的自然知識成為可能 最後講meta 形上學裡頭是因為講的是想像力 我剛剛不是有強調嗎 所以形上學裡面的概念基本上是不分生死的啊 特羅伊戰爭裡面神跟人一起混戰 大混戰 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他是用想像力在想的世界 我們人的世界當中沒有想像力多無聊的世界 你能想像人的世界沒有想像力嗎 你們知道每一個人講話如果百分之一百十話 每一點都可以被驗證的話 這個人跟人之間是真的不用講話了 對不對 所以有的時候講笑話就是在講謊話 謊話非常重要是生活中的機油啊 人生的齒輪一直是摩擦得非常激烈 用機油讓它潤滑 所以說我 有一次看到一些女性雜誌上 赫然發現兩本雜誌都在調查女生最喜歡什麼樣的男人 第一名永遠是有幽默感的男人 我都不知道就是我 我什麼不知道你知道嗎 不知道我天生會講笑話 超棒的因為我帶我們這個同學人民到北京去 四天三夜就我講了四天三夜的笑話 好 好 所以形上學最好的方式定義 就是看看傳統形上學提什麼問題 怎麼回答 我現在瀏覽一下 所以大家現在都知道形上學的問題是什麼東西 大概都知道了 知道了吧 清楚嗎 講得很清楚吧 認為不清楚的舉手給大家最後一次機會 接下來的問題就很無聊 沒有人覺得不清楚 很清楚 比如說形上學的東西 它的問題 就是講到存在的時候 我們剛剛一再強調是如何變成真實 那我們現在開始講說 已經我們認定是存在的 比如說 存有物可以透過什麼範疇來分類 跟剛剛講的建門高木科書中 我們發明一套體系 尊錶傳劣跡什麼 我們寫歷史也就是發明這個系統 叫Categories 經驗的本質 大小體積顏色味道硬度品味 所以改變是什麼 那這個生物學中的分類 還有比較特定的問題 什麼是空間什麼是時間 這個同學們要了解啊 時間這種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啊 比如說 我問大家 時間概念 決定了是 我們對時間概念最敏感的就是利息 對不對 我們的直覺的概念是時間放得越長 利息應該累積得越多 對不對 除非另外一種心理上的急切需要 極短期的利息 會比長期利息高很多 那是掉頭寸的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 時間出現了一種壓縮跟不壓縮的狀態 可是前一陣子出現負利率的時候 大家開始問 原來時間的概念變了 還是我們對錢的概念變了 答案是兩者都變了 我們的形上學變了 我們形上學變了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開始注意到 我們現在有存錢人跟沒有存錢人 感覺上生活過得差不多 差不多 我們在台灣的社會非常特別 我們的時間的壓縮 以及我們的這個理財觀念的壓縮 導致於 我們現在一般正常人走在路上 看服裝、看外表、看手機 你根本分不出來 他有錢還是沒錢 看外表 看車子可以看得出來 但是你不可能永遠開車 對不對? 看房子看得出來 但是你不可能永遠 跟大家一起互相看房子 這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你要就這個生活上來講 你根本看不出來 從表面上你根本完全看不出來 那因為你這看不出來 所以你感覺上你那個消費的慾望 就已經平淡化了 我自己就 我應該大致上算過 就是說一個每天打工的學生 大概養他的那個手機啊 生活上簡單的房租啊 吃吃喝喝玩玩 找個女朋友一起過我倆沒有明天的日子 差不多 差不多 不會差太遠 大致上是這種情況 大致上是這種情況 所以時間就是金錢 在市場中現貨交易跟期貨交易之間的差別是時間 那麼交易的價格真的是商品的價格嗎? 時間在這裡扮演的角色又是什麼? 答案就是你絕對要有多重的角度來了解 讓時間成為商品價格的一個主要因素 我問的是哲學問題喔 我完全不是在跟大家討論財經 我完全是從 為什麼我會 從這個 我跟大家先講一個哲學的例子 我這一天正在想這個問題 你知道我們哲學的故事 我寫一本書叫求真嗎? 第一個故事裡面的第一個哲學家叫泰利斯 聽過沒有? 可以去check一下 我跟大家說過 我不會勉強要求大家去讀required reading 但是我告訴你 你要想活用哲學 你一定要把哲學的基本內容 全部如數加珍當成你的常識 這個你哲學系就知道第一個哲學家是泰利斯 我們班上很多哲學系人都知道 泰利斯最有名的故事 是亞利斯多德記錄下來的 人家講說你們學哲學的賺不了錢 一開始就有問題 2500年 西元前六世紀就有這個問題 泰利斯說 我告訴你 我們知道趨勢 很有名的故事 那年剛好 感染的收成很差 所以炸感染油的機器價錢很便宜 他把他們全部租下來 齊約365天 明年的今天 因為他知道這個趨勢 明年的收成一定好 這個是衍生性金融裡面的第一個案例 是哲學史裡面的第一個案例 你打開 就是你去翻翻我求真的書 你找到以後你會發覺 哇塞 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確在哲學第一課 很難想像吧 你知道嗎 重點 就是那個時間當中所衍生的趨勢 被他轉換成量化成錢 至少可以模擬 這就是這個概念 有關靈魂存在的問題 那這個大家 我剛剛已經講到中月節講過了不多講 就是心靈等於腦嗎 這個問題 Mind 就是你的brain嗎 這個台大最近新成了一個腦與心智研究所 那個心智就是心靈 台大有這個鎖啊 台大有這個鎖你用Google一下 不就Google 就是台大校園內 腦與心智 道德意識會導致人有倫理 但如果否定意識的存在會連帶一起否定道德 這是很重要的問題啊 就人為什麼會有道德意識 對不對 人為什麼會有道德意識 這個問題就是標準的 就是問任何東西的存在包含你的道德存在 對不對 如果我說老師你開口閉口講道德是假的話 那我們為什麼要尊重道德 我說不 道德的條文規則可能是假的 但是人有道德意識是真的 因為如果你假設人沒有道德意識都代價太高了 對不對 人之益於禽獸則幾些 剩下的部分你拿掉的話 人等同於禽獸 人等同於禽獸 你得到的只是亂搞的權利 但是你會被人家亂宰啊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基於自保的原則 是不能夠輕易地否定人有道德意識 那宇宙跟人的問題什麼是心臟學 這裡面 過去存在嗎 存在是什麼 宇宙有沒有啊 就討論到cosmology 就是宇宙論的問題 這個問題為什麼要提出來也很重要呢 Steven Hawking 他說哲學已死 他就是問這個問題 他說你們哲學會解釋 宇宙當中有一部分是不可以被解釋的 我們物理學的目標是解釋了所有的宇宙 A theory of everything including everything 如果我們這個理論正成了 那哲學就沒有價值 他講的是這個面向 為什麼我一開始在做這個準備 我知道在霍金的淫威之下 要證明哲學的存在是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就用到了哲學的理念 涉及到存在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講 那麼我的行為受制於先前的行為呢 還是自由的 這個我們要強調重點 如果我受制於非我個人的因素 那麼我還需要為我個人的行為負責嗎 這個就是決定論與自由意志的問題 就是問說那個你的行為到底是你的分別遵循 你的身體遵循物理原理而導致的結果 還是你自己可以決定的 我幫你增加一點以後你就懂得講 說人所有的行為如果是決定論 都是由你身體所屬的部分來決定的 沒有你個人的意志 這是決定論 自由意志講的是說 我身體雖然很多地方受到物理世界的影響 可是有一部分的決定是我個人做的 比如說我突然一腳踢到這個人 不正常啊 怎麼老師上課打學生呢 不正常啊正常來講是行為上不可預設 說抱歉老師有這種打人的神經病 突然犯了 那這個也不叫自由意志這是叫病啊 就是你自己你要解釋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 這個叫做 所以目前的整個在大學校園當中 學習的科目 只有我們直接去講說 人如果沒有自由意志他還得了啊 所以說這些問題的涉及存在 其中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自由意志跟決定論的問題 為什麼這問題最重要呢 就是我講的人之所以為人 人的這個存在基本上就是問 人有沒有自由意志的問題 所以這等於是說 如果人不是自由的表示人處於一切 卻受到外在因素影響之下 等於說人就是自然中的一部分 沒有獨立的心靈沒有自主意識 那這是個唯物的世界 也是霍布斯講的唯物論的世界 就是科學的世界 它是我們現在 不怕過中原學的主要理由 但是它也是讓我們的世界 變成了沒有責任感的 因為一切都是外在決定的 跟我完全無關 比如說我問大家 我讀大學的目的就是為了生活賺多一點錢 有什麼不對 好不好 我讀大學的目的就是為了要找一個比較好的工作 多賺點錢 沒有其他的理想 就是賺錢 那我比了一下最賺錢的科學 就做這個 沒有這件事情有沒有不對 科學就是唯物的代表 科學發展觀就是唯物論 這個是霍布斯這個科學發展觀 是原來大陸上的一個口號 非常重要 同學要了解 我今天的行上學課 費忍大功夫啊 把重點要點說出來 然後一直問同學有沒有問題 同學們 這個東西啊 上多了同學會覺得累了 其實我們這個時候應該是討論 那同學的基礎不行 整個這個活內的環境不了解 但是我這一堂課 如果你徹底了解 我好像說過好幾遍 極有可能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堂課對不對 我們整個堂課 我每一堂課都會這樣講 但並不是在開玩笑 而是說 我覺得我用這種方式講行上學 是目的為了讓你活用 不是為了讓你聽懂 我們班上大概有只有四分之一的人 可以聽得懂 這四分之一裡頭 大概剩下兩三個可以活用 這個是事實 因為台灣是一個非常無知的社會 無知無能無趣 就是基本上就是這樣子的一種情況 所以說他對於這種問題 他不會花工夫討論 因為在語言上來講那個 這個講太多 但是文物論的體會 絕對是你人生的一股美國仙丹 絕對是你人生 就是你所有的病痛 就對於文物論的了解 你可以解除很多問題 為什麼文物論的理解是這麼重要呢? 有幾個重要原因 首先第一個 我們這個世界是非常矛盾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世界大家都依循科學的標準的同時 又覺得如果科學完全解釋 我們生活中所有的面向是一個遺憾 包含你自己學土木的都會點頭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 我們學校就很特別 就是都是工學學生出來搞光企社啊 什麼什麼佛學社 非常奇怪你知道嗎? 非常非常特別 既然是科學幹到底 不行 要搞一點微信論 第二個 這個同學一定要記住 一定要記住 這個會影響你一生的 第二點非常重要就是說 唯物的解釋是社會上的最大的共識 但是很多人會覺得我天生不凡 天生我才必有大用 想要堂被抗拘 這會惹出大麻煩的 這會惹出大麻煩 然後第三點的話 唯物論是一種上武的精神 唯心論是一種從文的意志 學土木工程就跟軍人是一樣的 在大陸真正的土木工程師大部分都有軍人背景 尚武精神 這唯物論者 說哎呀你有沒有注意到人家心裡的感受 撂倒了還有什麼感受 說你這樣子開發的話可能會死人 哪兒不死人 這是唯物論者 為了目的不擇手段 同學們聽了覺得說 這在台灣這個唯心的 用愛發光的社會來講 哇賽這簡直是太王八蛋了 連我都忍不住罵兩句 對不對 唯物論的社會就這樣 沒有這種上武精神哪來的高鐵啊 像我們這邊我們一個人文大樓 高低討論好久 樹每一棵樹都代表台灣的土地 滋潤出來的成果結晶 想要把樹拔在一根枝子上 砍掉我一隻手一樣痛苦 好啦這是唯心論 十年了 十年了不要說高鐵了 連個人文大樓都沒蓋出來 那邊讀外文系根本就 老師都不認得老師還讀個 有錄影不講了 但你也知道啊 唯物論的好處跟壞處就在這裡 強烈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一定要懂 一定要懂它之間的區別 因為我們現在的社會在科學 在這個校園的知識的定義下 還有在實際的案例當中 已經明顯的說明 這個世界的競爭是唯物論的競爭 啟蒙的象徵就是唯物論的接納程度 其他用愛發光 用愛能夠發光的話我投切給你 至於說用愛發電的話難道這是鬼話 你還不如用什麼走路發電 我講真的 所以我跟大家講說 形上學這個唯物論 大家去看一下霍普斯的觀念 霍普斯的話是非常重要 他這本書叫利維坦 Leviathan 這個書可以說是世界級的名著 為什麼他名著 他就是在人類從你一看中世紀跨入科學時代 需要一些著作 像迪卡爾我們上過 我們上一次上《智論》上迪卡爾的書 他非常重要 就是要跨入科學時代的時候 要有新的著作告訴你 向大家宣誓Declaration 要告訴大家新的時代來臨了 我們整個中華文化 從十七世紀末接觸到 我原來寫博士論文寫《西學東見》 經過兩百年的遲疑 到了1915年出現了新青年的雜誌 新文化運動發覺一切從文化歌出起 搞到現在2015年的時候 我開了五場這個新文化運動的會議 還沒搞清楚 新中國都建立了 還沒有搞清楚 唯物論的功效應該在哪裡 這是標準的形上學論 從哲學的角度來講 這本書是兼具 形上學中的唯物論跟政治哲學中的主權論 兩種思想 所以大家去看一下距靈回去好好讀一下 說啊老師 我的生命因你那一分鐘而改變 這才是我期待的了 那我們世界當中 最重要的就是唯物論唯心論還有二元 現在啊整個台灣的產業政策 最流行的 目前最流行的外交上是哪一項 科技是什麼呢 是AI AI的全名是什麼 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 那人工智慧裡頭呢 最大的特別 有一次我講說人工智慧不應該叫做人工智慧 叫做人工黎敏 靈敏 因為智慧這個東西是我們哲學家經過苦修以後多年 反覆 否定再否定再否定還要否定 最後再來一個大否定突然懂了才叫智慧 所以人工智慧一下做出來了 說人工智慧一下端個咖啡過來就叫人工智慧 那還誰要讀哲學系呢 叫人工靈敏嘛對不對 用智慧這個字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這個太汙汙了 用artificial wisdom 英文講不通啊 對不對 智慧怎麼會 所以說這個算了 我們不是在台上是AI AI水平 就人工靈敏 現在問題來了 那麼人工智慧裡面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其實牽涉到的是一個哲學問題 就是阿發購下圍棋很厲害 就是如果說到處都是阿發購的話 沒有人要玩圍棋了 必輸的 哪有一個人要去玩一個game就必輸的 就是每輸一 就是阿發購輸一次就會贏接下來的十年 那還得了 對不對 人一共活幾十年 所以阿發購輸三次的話呢 那一百年內不會有贏過他的 那還得了 對不對 這個不好玩了 現在大家就開始講說 你圍棋很厲害是很厲害 你去跟阿發購下 所以日本的大師都覺得很窝囊 對不對 以後阿發購得諾貝爾文學獎 那才可怕的我告訴你 對不對 所以說大家現在就開始討論問題 就是說機器會不會取代人的問題 你覺得會不會 我這樣問一下eventually 我們以1000年的發展為例 我們都會死掉 認為機器總有一天會取代人的舉手 就憑直覺 兩個 認為機器再發展 一萬年都不可能取代人的舉手 那裡有什麼 那麼堅決認為機器不可能取代人類 那個不可能是什麼 我們都是在比賽說謊 只有你一個人在這邊 對不對 扶腰直上 說出最大的謊言 機器永遠不可能超越人類 為什麼 我覺得因為機器是人創造出來的 所以呢 所以應該就是機器還是沒有辦法超越人類 因為是人類創造它出來的 就好像神是 我們人是神創造出來的 所以人也沒辦法超越神這樣的感覺 你是不知道神是人創造出來的 你知道 可是我們還是會認為我們是神創造出來的 那到底是人創造神還是神創造人 那機器會超越人類 機器會取代很多工作 一些年後機器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一定可以開刀了 這是一定的 簡單的各個盲場什麼固定的 Cesarian把小孩拿出來什麼 大概都可以做吧 我在想啊 我在想 對不對 現在問題就是說 如果它不要智慧 只要靈敏度 那絕對可以 只要能量化的它一定能做到 在認知上來講 機器如果沒有可能超越人類 就像你所說的一樣的話 那機器就沒有可能超越人的自由意志那一部分 對不對 我寫過很多篇有關於Alphago的文章 Alphago的文章我寫過三篇了 我也很喜歡寫這種 時事的消息的短文 練習一下自己的功率 我就發覺人可能矛盾 後悔 機器做事情做決策後不會矛盾不會後悔 它可能修正所有的錯誤 所以它在認知當前要先把錯誤先決定出來 然後不犯錯 不二過 機器可以做到言回 對不對 言回就是個機器了 不二過 不是嗎 不就這個道理嗎 老師在講笑話了 不要點頭點成這個樣子了 上課還是以活潑為主 不要以教條為主了 把言徽變成機器人的 這種結論像台大課嗎 他不犯錯 但是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是人跟人之間能不能夠欣賞過錯 什麼矛盾啊 對不對 我舉個例子 真的例子 以前我在東海教書的時候 我以前跟學生相處得很好 現在我根本很少 你看我這些學生我都不認得 對不對 我根本不跟學生來我 以前我 以前我 不要怎麼搞的 不要是好還壞 跟學生相處好 結果我學生呢 就 常常進我辦公室一進 就是一進門就是 門就啪一開 老師 那就這樣子 你這麼漂亮還得了 在我研究室哭還得了 門打開 哭給大家聽 然後 好好把門打開 真相大白 那我就說了 什麼原因 我說不用說了 失戀了對不對 對 然後我說 都是他的錯對不對 這個 這個哭聲變了 你懂嗎 confirmation加強 這是accumulated confirmation 就 這個聲音越來越來越 後來我說 我問你一下 你男朋友發生什麼錯誤 他說 大家都不聽我的 就這樣子 大家都不聽我 好 我解決你的問題 搞個機器人 過來 混蛋 滾開 滾開 哇 走了 他就突然變成說 變得很煩躁 我不要啦 我跟你講了 我不要機器人啦 廢話 誰要機器人當男朋友 對不對 我就是在耍你嘛 然後我不要 我不要 那我說 你不要什麼呢 他說我不要什麼 一下叫就過來 一下滾就滾掉 就這樣子我不要 我說那好 每三次中有一次 叫你過來不來 叫你滾蛋不走 他說 不是這樣子啦 老師你都亂講了 不是這樣子 你到底要什麼 你根本都搞不清楚你要什麼 你就是要 後來他醒過來了 他發覺老師跟你講沒用 你完全不解風情 比如說跟我講到機器人解決我的問題 我說廢話 我們當導師的不用機器人解決我們跳下來跟你一起玩 跟你一起玩 我們拿時間跟你搞這種問題 對不對 這不是自由意志的問題 這是自由意志的問題 自由問題 我說你唯一解決你自由意志 老師你可不可以不要講哲學 我說你唯一解決的問題就是讓你承認你自己 所以沒有自由意志的人 你就可以了 我怎麼可能承認我沒有自由意志 那不可能 人對於這個機器的要求 機器能夠滿足我們到什麼程度 的確確是我們現在這個世界面對AI 我現在講這個問題啊 同學們要了解 你們接下來將來有一點出席 如果你沒出席就算了 你們將來有一點出席的時候 國家政策就是對於AI未來的發展 它是一個哲學問題 它是個倫理學的問題啊 同學們要注意啊 這個不能夠亂發展啊 不能夠動不動就記轉啊 機器人男朋友男朋友機器人女朋友 不得了啊 我跟你講以後人不會結婚啦 Artificial Entity 人不會結婚 日本現在三十一人不結婚啦 機器人大突破以後整個人總結束啦 不用再吵架了 調整 調整 每天變成一種型態 沒 沒 算了不要講 好 所以說這個是唯物論就是一種原子論 所以我們講到決定論 講到唯物論 現在講到原子論 因為原子論就是說 欸 原子論認為所有的存有物都由最小的例子 在這個空間中碰撞所形成的 感官知覺就是原子碰撞的結果 是這種情況 是吧 所以說呢 感官知覺來自於這種事物的例子碰撞 想要什麼就是慾望 不想要什麼的話就是逃避 人只有這種感覺 所以霍布斯的講話是非常精準的 因為以前人會覺得說 上帝在我們腦袋中啊 因為你在回答這個問題 你馬上會扯到上帝 對不對 因為只有上帝能夠救了你 講說我們人是上帝的 上帝什麼呢 他有很神秘的部分 是我們不能理解的 機器 機器是我們完全可以理解的 其實你會覺得是手機非常amazing Yes 但手機裡面的每一個步驟 有bug跟debug 對不對 像我們這個工程師 還要讀電池學院的 像讀電機器的人 他就會發覺 手機絕對不會是上帝的產物 是人的產物 所以它有可能進步 但是我想說手機進步一千年 同學你能夠想像就是說 以後我們生出來小孩第一件的手術 不是割包皮 而是換一顆Google i 以後沒有背的東西了 眼睛都是Google i 所有Google資料的話包在那裡 這個人類最早的起源到人類未來 通通所有的資訊 人知道都在眼睛裡頭了 你的那個眼皮就是你的螢幕 你的眼珠就是你的電腦 以後的話打電話 電話都播出去了 然後用腦波溝通講完了 以後考試沒有作弊不作弊的感覺 因為大家都在作弊 以後沒有題目了 沒有記憶型的題目了 只有哲學題目 面對矛盾如何處置 我們要什麼樣的男朋友 大家開始深論題 沒辦法回答了 對不對 然後以後所有的抄襲就不可能抄襲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Google i 一下子就查出來了 你從哪抄來抄來的 對比內容什麼什麼都有了 所以這個機器取代人的力量太可怕了 是原子碰撞 所以說霍布斯的唯物論就是這個結果 要做不做 那霍布斯的唯物論呢 行為有各式思考遲疑跟決定實境 但實際上這一切的行為 都是粒子碰撞的結果 當你某部分的粒子越大力量越強 這個是標準的唯物論的想法 它不會變的 它就是這個標準答案 就是說是科學的人生觀 所以人等同於資料嗎 人有意識嗎 人有意識嗎 這個問題非常有意識 人有沒有意識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意識打開腦看不到 但是人沒有意識他怎麼活啊 人為什麼一開始我們講的句話 那人會有表象世界 因為人會透過自己的意識 來用語言描述他 對不對 是不是 比如說 你有意識的在考完大學後 選擇到台大來讀書啊 不會是無意識的到台大來啊 所以我一不小心亂勾 我本來要去哪裡 結果勾到這裡來了 這種人是因為分數伯仲之間 勾到這裡來那沒話講 都是有意識的 說我本來不要讀書 後來我無意識的選擇讀書 然後坐在這裡 那很奇怪啊 對不對 你只是用你的語言描述出你的表象世界 但是描述的對象是你的意識啊 說我沒有意識怎麼可能呢 但是如果有在哪裡 所以我們意識狀態是我們一個複雜的資料處理嗎 是這種問題 這種問題的話 是牽涉到我們討論到人本身的存在問題 像我們講到很多 那麼自由意識跟決定論 這個問題的話呢 關鍵就在這裡了 如果說我沒有自由意識 現在同學們大概都了解了我不是自由的 我完全是外在決定的 比如說躍舉生你為什麼會讀哲學呢 我說良心話 我一直不斷 我是唯物論者 在某種程度上 up to certain extent 我盡量解釋自己 因為我覺得這個 因為我做事情都需要能夠自我解釋 我正常跟人家講 人家問我說 你為什麼讀哲學呢 你知道我答案是什麼嗎? 真的是標準答案 我不會別的 讀書對我來講很痛苦 跟那個同學一樣 他第一天上課講 不愛讀書的舉手 他居然舉手 我也很想跟他一起舉手 但我很會講話 所以我後來我家裡說 你一定要留學 我們家都出讀書人 你一定要留學 我說學什麼呢? 我講說 有沒有哪個學科就是講比寫重要的 他說哪有這種學科 後來有一個人跟我講 我一個大學老師跟我講說 這個哲學系好像就是講比寫重要 因為哲學系好像都光講光講都不動的 他說那我要讀這個 那我讀這個 我就糊塗糊塗就讀這個 後來我 有一次我這個指導教授 他打電話給我太太不是打給我 他說你先生很奇怪喔 他好會講 如果我們不要求寫論文 他早就畢業了 所以 真的 我太太永遠不會忘掉這通電話 因為我每天在抱怨說 為什麼我跟你聊這麼愉快都不能畢業 你不會寫啊你 他說他都放在心裡 他後來就打電話給我太太 他講說 這個Mrs. Yuan 我真的很抱歉 把你們家裡留在這邊這麼久 其實我也不想 因為我每次跟你先生聊得很愉快 我問他為什麼你都寫不出來 他說他也不知道 我說我也不知道 我沒辦法幫助他 他問題是我們只認智啊 我們不認化啊 化跟屁一樣啊 人生如夢夢如煙 煙如氣氣如屁啊 隨風而逝沒啦 我在想突然懂了 所以我後來就竭力的發展 我說我要活著 我就要發展我另外一方面人在 所以都是我外在因素 懂嗎? 我在這種外在因素在解釋 叫唯物論嘛 所以我其實原來就是一塊 沒有經過雕刻的譜譽 如果沒有人給我刺激 我也不雕了 所以我自己養成一個習慣 我會主動去找麻煩事要來做 我不安於事 因為我知道我的腦袋不被刺激 我不會做事 你不被刺激你會做事才有鬼 對不對? 所以我就懂了這個 我不怕難 也不怕麻煩 因為我相信這個 因為我現在已經到了一個階段 我先把自己混到就是說 不需要選只要講 比如說當官啦 開會啦 選代表啊 代表中華民國到聯合國大會發言我都敢 我真敢 我自己寫稿我也敢 這是沒機會的 因為沒機會 身不逢臣也身不逢死 也身不逢處 這無所謂 但是我發覺呢 特別 但是都是外在原因解釋我的行為 那如果說沒有自由 沒有自由的話 我沒責任 我今天變這樣的表現好跟不好 同學知道為什麼我上課特別游潤有餘嗎? 我早就知道 想要脫離學生的魔掌 必須要取得台大免評估的資格 所以你們幹什麼 跟我無關 我是少數授權信賴的 行於有水 不預舉 發呼請指呼禮 雙手瞞天亂舞 最後落回自己的大腿上 就行了 我不犯錯 所以我本身來講的話呢 我上課沒有自由 我也不用負什麼責任 這就是沒有自由意志的下場 但是沒有倫理囉 因為沒有自由沒有責任 沒有倫理沒有道德 也不會有政治了 是這種結果 所以自由意志的影響力就發生在這裡 就最後 所以說如果我的行動導致於外在的刺激 那麼我不是自由的 我真的是很認真地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有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人 很多哲學 不要講哲學 我們各行各業 將來都會有對不對 很多人 人生啊 最快樂的事情 就是做一件 你愛做的事情 你又做得很好的事情 而且你又發覺 是外在的刺激把你鍛煉成你會愛做這件事情 這是最幸福的 這是最幸福的 人生最痛苦的倒過來 你因為考到土木系 所以你就要負責計算那個結構 然後其實你喜歡的是文學 那你在家最喜歡的工作是睡覺不是熬夜 然後你最喜歡去的地方是留在家裡不是工地 那你喜歡當的話是玩積木 不是跟著蓋木頭 每一次看到工作很多人覺得都是我 我碰到很多人講說 哎呀明天禮拜一了要上班了 我不一樣 我說我都在等禮拜二 為什麼 我說因為禮拜二要上課 就是今天 我一上課哇高興得不得了 非常興奮 我 我感覺每次進這裡 就像是進了步道大會一樣 就是 最後剩下五分鐘讓大家捐款 非常高興 非常高興 真的我上課的熱情看得出來嗎 我這個熱情真的是 對不對 我忙得要死 你知道我在幹嘛嗎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是 就是講到霍布斯這個部分 就是講到自由意志跟決定論之間的問題 相對應的概念 就霍布斯認為我們只會在恐懼的壓力下 不斷地探討形式的規則跟原則 會卻絲毫不會覺得這些規則跟原則 都已經決定了我做一切事情的前因後果 所以為什麼我今天上課一開始拿出Economist 因為我 要跟大家討論 霍布斯是有名的政治哲學講 強調的就是主權論 就是Absolute Power 所以剛好這個 所以剛好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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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omist 的這個主題是這個 習近平是 World Most Powerful Man 的這個道理 Powerful Leader 就是強調這說 我有power 我可以限制你做事 就institution 所以這個關係是連在一起 講到霍布斯所以用這個開頭 霍布斯的這個觀點 是作為我們解釋權力的一個最主要的來源 不過我們曾經討論到懷疑論的Hume 他把這個問題往前推了一點 他會覺得說 這是Hume是另外一種答案 因為我們下個禮拜要上課要談到Hume 對於自由意志的懷疑 因為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現在對自由意志的捍衛是沒有自由意志 我們沒有道德社會可言 是這個問題 同學回去好好想一下這個部分 就沒有自由意志的話 我們就沒有責任可言 沒有責任可言的話呢 我們就沒有道德社會 沒有道德社會的話 我們就不會有我們人跟人之間相處的基本原子 但Hume講說我們是一個假設性的一個結果 我們假設自己活在一個 別人做事是可以預料的一個環境中 但Hume當然否定我們會預料 別人做事會什麼樣的結果 是我們自己假設的結果 所以我們假設我們活在一個有必須性的一個事 別人必須要這樣做 所以因此我們假設以為我們是自由的 其實我們到底是不是自由的 我們並不知道了 所以從古代的 就是不是古代就是十八世紀 十七十八世紀哲學家都認為 人的自由 尤其是自由意志是假設出來的結果 所以說霍布斯跟Hume兩個觀念略有差別 基本上都是反對自由 霍布斯認為我以為我自由在做 其實我是在不害怕的情況下才自由去做 然後這個Hume認為我們活在一個假設 人人都必須如何行為的世界 所以你覺得人家的行為是可predictable 這有這樣子的一個細微的區別 那這兩句話是其實是對的 前者說我以為我自由其實我並不自由 後者說我以為別人不自由其實我並不知道 這是他們一個差別 我把最後這句話講出來 跟大家討論一下 因為這個這裡頭講的東西很豐富 我們第一堂課強調的一個重點就是 就是我們的語言給我們一個表象的世界 然後這個表象世界的話呢 進一步的表象世界我們了解的話呢 它會讓我們進一步來發展很多的抽象概念 用我們的想像力擴大這個表象世界 然後第三部分的話呢 我們把這個想像的結果 becoming true 轉換成為真實的 這是我們第一堂課裡面的實際的結果 我記得很清楚 然後第二堂課的話呢 就是高度同學呢 就是形上學的基本定義 就是談一個存在的學問 那becoming true 的話就是變成存在的一部分 的這個概念 那麼這裡面可以討論東西的話呢 任何東西都可以討論 包含時間、空間都可以 然後第三個部分就是講到霍布斯的唯物論 唯物論是說在唯物的環境下 只有唯物的東西才是物才是存在的 新的東西是不存在的 那是嚴重的影響到我們的自由意義 意志的問題 所以我們下禮拜會上兩堂課 討論到自由意志的問題 好來 同學們有沒有問題 經驗主義裡面提到 就是說倫理道德 是屬邊屬來的 對 是 那這樣子的話 它就跟自由意志比較相違背 因為自由意 你剛才說自由意志 沒有自由意志就沒有道德 沒有責任 可是這個 你可以把道德責任這東西解釋為 你這塊瘦這個機器自己學來的規則而已 對對對 就像我講的機器男朋友一樣道理 沒有自由意志跟沒有道德不是必然的 這個同學問得很好 我先告訴大家 我們講的自由意志不是講絕對的 而是說在機器也好人也好 不管你多項機器也好 你總有一部分是神秘的不能夠完全被解釋的 那個部分我們叫自由意志的起源跟基礎 這樣你懂吧 就是說 我剛剛解釋了 為什麼讀哲學 我很多外在的理由 但你可不可以窮盡這些外在理由 讓一個跟 跟我很接近的人 製造出一樣的生活條件 然後讀一樣的哲學得到一樣的結果 會嗎 那不一定 那就不一定了 機緣也不一樣 很多的因素 很多外在因素 但是我有沒有可能窮盡到否定 我個人的因素在我的努力當中所佔據的 位置是這個問題 經驗論確實比較像維吾論 確實比較像 但是我們也發覺跟經驗論對立的理性論 rationalism 確實比較像強調自由意志 就是有一些鮮豔的一些原則 這個原則的部分是我們自由的一個主要的範圍 對不對 所以你要了解就是說是這個情況 這個debate是很激烈的 然後所有的哲學界都想盡辦法把自由意志啊 維新論這部分給消除掉 甚至有人用演化論來談論理學 因為笑的概念基本上是一種來自於智力的觀念 比如說 king selection 人為什麼要相互幫忙 是為了要集體生存 使得個人受到保護的機會比較大 所以用集體來保護集體 並不知道哪個人 你看那個魚啊 a school of fish 幾百萬隻 那個鯨魚要來咬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變成一個幾乎像實體一樣的魚 我不曉得 就像一個魚錐子一樣 有沒有 你們喜歡看那個節目 然後我都每次看他這樣想說 欸這就是king selection 就是那個鯨魚發覺 對它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不知道怎麼從哪裡下口 但是它其實都是沙丁魚構成的 它都是五百萬隻沙丁魚在那邊一起 集起來一樣按到同一個行動轉 所以鯨魚不好下口 鯨魚一定要游到底下 從底下上來哇一張開就上來對不對 但是那個沙丁魚很厲害 所以鯨魚一下子一看不見又又回來了 所以後來每一次搞就是說 後來好幾次鯨魚先把他們這個錐子打散 把五百萬搞成五十個小團體 每一個團體多少 那幹嘛十萬 好 算了 不是數學課 就這個意思 用這樣解釋 來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問題吧 清楚吧 還算清楚嗎 你今天很難得 聽得很仔細啊 還算清楚嗎 清楚 好 真的沒有其他問題了 你問你發表代表一下好了 我太早下課不好意思 你代表對對對 或者你你你你你你問個問題 你你你你是不是也是那個戲的 啊 啊 農化戲 啊 對對對 來你發表你你你問個問題 作為結束 因為我覺得太早下課不好 因為其實今天講的東西滿深的啦 來你問 請問我們說請請問一下 那個傳銷啊 是不是就是形象學 發揮到此次的 有什麼方式 傳銷 傳銷是形上學的初步啦 形上學發揮到極致 早就超越傳銷很遠了啦 所有商業界的行為 都是我們哲學中的初步啦 傳銷傳銷基本上就是一種集體行為啦 透過語言表達出那種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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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天花亂墜的這樣子的一種方式了 這個因為大家不要只記得我說的 這個我們的世界是我們用語言說出來的 這是第一步啦 因為這一步講的是描述型的 什麼叫描述型的 就是把你的實際上所做的行為 講出來而已叫描述嘛 那哪一個人不是這樣子呢 只有那種講話有障礙的人 半天說不出個東西來的人 他不可能幹傳銷啊 對不對 有社交功能障礙的人 你叫他去賣東西 他說你乾脆把我閉了吧 對不對 他沒有這個勇氣也沒辦法 像我不要受我了 我不一樣 就說一般來講傳銷它是一種 一種最初級的層次 但是你 你們在座不看電視 你們看不看購物頻道啦 購物頻道有他講的哲學你知道嗎 你不看購物頻道的 哇我覺得你上活用哲學 你應該看一下顧不平 你用一種哲學的眼光看他在賣東西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沒水準 如果你用detached的角度看 如果你用involved他人講說奇怪 這東西真的賣得掉嗎 因為你假設都是假的 但你仔細自己的判斷 他真的完全用語言在說 用語言在說 但是還有第二層呢 就是prescriptive 不是光descriptive 就是開prescription 規範型的 抽象的概念呢 講得很生動啊 讓人家感覺到你的理念跟你的願景結合 讓人家覺得會跟你走啊 為什麼打仗的時候將軍講話很重要 要兵不怕死 他媽多難啊 對不對 這個叫要有那種講出那種表象 而且那表感覺很真實 那第三個程度就是把那個真實的部分 要講成真的 就讓大家覺得自然化為真 那這個就厲害了 我這個 我這天就在想一個問題 也是跟財經世界有關的 我在想什麼是泡沫 怎麼樣讓大家覺得說 我們要有勇氣面對泡沫 而不是害怕泡沫 因為大家只會害怕 害怕黑天鵝什麼的 這個沒有用 害怕沒有用 把它轉換成為 誒 發財的機會 大家就比較好理解 這個轉換要需要 需要一些裝飾 這需要語言的地方